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找谁?王老师在吗?我是他的学生 他不在,他在家呢?他住哪儿?他住18号楼一门601房间 您知道他家的电话号码吗?知道 六二九三一零七四 他的手机号码是多少?不知道 谢谢您,不客气 二生词 办公室 办公 找 在 家 呢 住 住 号 楼 门 铃 房间 知道 电话 电 话 号码 手机 专 专 李 昌 号 三 住 事 他在家呢? 呢 呢 用在陈述句尾 表示肯定的语气 用来确认事实 二、零 汉语读零 汉字写作零 四、语法 汉语句子的语序 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 语序是汉语的主要语法手段 汉语的句子由主语、谓语、宾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六种成分组成 语序一般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 谓语的主要成分为动词 宾语是动词的连带成分 状语修饰动词或形容词 补语跟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边 补称说明动词或形容词 定语放在名词性主语或宾语的前边 起修是限定作用 例如 我朋友下午去银行 我做定语 朋友做主语 下午做状语 去做动词 银行做宾语 我换人民币 我做代词 换是动词 人民币做宾语 汉语不太难 汉语做主语 不太做状语 难做形容词 二 动词作为语句 动词作为语 主要成分的句子叫动词为语句 语序是 主语加动词为语 加宾语 例如 一 我学乱汉语 我做主语 学乱动词作为语 汉语做宾语 二 他吃米饭 他做主语 吃 动词作为语 米饭做宾语 三 王老师住十八号楼 王老师做主语 住动词 做卫语 十八号楼 做宾语 四 我去图书馆 我做主语 去是动词 做卫语 图书馆 做宾语 三 号码的读法 号码中的数字 为奇数词的读法 不管有多少位数字 都要一个一个的读出来 例如 电话号 门牌号 护照号 车牌号等等 例如 六 二 三 一 零 零 八 九 四 十八 号 楼 四 门 三 零 二 房间 一 号码中的一 常常读作一 例如 一 八 一 号 二 号码中的二 要读作二 不能读作两 例如 二 一 二 号 三 相同的数字 要分别读出 例如 六 六 零 零 零 四 一 一 二 号 搜索 询问号码 要说几号或者号码是多少 例如 例如 一 你住几号 二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五 练习 一 变音变调 读书 图书 借书 写书 敲门 敲门 住哪儿 住这儿 旁边 好点儿 三 一的变调 一只 一包 一把 一碗 一刻 一件 一次 一片 四 轻松 鼻子 嗓子 肚子 裤子 裙子 被子 本子 累吗 累了 饿吗 饿了 渴吗 渴了 冷了 懂了 小了 少了 多了 跑了 哭了 笑了 五 三声 变调 请喝 注意 喝 为一声 则前面变为半三声 读作 请喝 你听 你听 听为一声 则前面变为半三声 读作 你听 可能 能 能为二声 则前面变为半三声 读作 可能 很疼 疼为二声 则前面变为半三声 读作 很疼 好冷 冷为三声 则前面变为二声 好冷 好等 懂为三声 则前面好 变为二声 读作 好 懂 美好 好为三声 则前面美 变为二声 读作 美好 手表 表为三声 则前面手 变为二声 读作 手表 很大 大为四声 则前面 音标 变为半三声 读作 很大 可怕 怕为四声 则前面可 变为半三声 读作 可怕 很慢 慢为四声 则前面很 变为半三声 读作 很慢 好看 看为四声 则前面好 变为半三声 读作 好看 六 多音节 连读 记声词 写汉字 注意 写 是三声 后面有停顿 则写 变为半三声 写汉字 读课文 听录音 听录音 听音乐 做练习 去商店 买东西 注意 买为三声 后面有停顿 所以买便为半三声 买东西 看电影 看电视 打网球 注意 打 是三声 但后面有停顿 所以打 要变为半三声 读作 打网球 踢足球 二 声调搭配 先生 姑娘 干净 清楚 什么 时候 凉快 名字 你们 我们 早上 晚上 这个 地方 这么 漂亮 二 认读 找老师 找同学 找朋友 找书 找食堂 在家 在学校 在食堂 在八楼 在办公室 我知道 你知道 他知道 不知道 知道吗 三 回答问题 一 你是留学生吗 同学们可以说 我是留学生 二 你学习什么 同学们可以说 我学习汉语 三 你住哪儿 同学们可以说 我住学校 四 你住多少号楼 同学们可以说 我住一号楼 五 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同学们可以说 我的手机号码是 几号 四 读后复述 我去办公室 找王老师 办公室的老师说 王老师不在 他在家呢 王老师住十八号楼 一门六零一房间 他家的电话号码是 六 二 九 三 一 零 七 四 五 交际会话 一 一 找人 请问 王老师在吗 他不在 他在家呢 二 问住址 他住哪儿 他住 二门 10号 三 问电话号码 你的电话号码 是多少 六 二 三 二 六 六 八 八 六 写汉字 请同学们将以下汉字 按照以下的笔顺 认真的练习 住 办 手 机 公 事 在 在 家 呢 知道 电 话 号 同学们需要记住以下的电话号码 以被发生特殊情况的时候 应到 围警电话110 交通事故122 火警电话119 急救电话120 查号台114 好了同学们下面总结一下今天重点需要掌握的内容 一同学们回去需要背诵第一部分课文内容 二 第四部分语法部分 重点掌握动词未语句 三 第五部分练习 四 汉字练习部分 好了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